作为南亚地区体量最大 人口最多 面积最广阔的国家 印度一直被很多人视为一个极带开拓的巨大蓝海市场 毕竟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普及率 人均GDP和人均寿命等体现综合国力的数据上 大幅度落后于中国 但印度2020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94万亿美元 在全世界排名第六 距离卖过3万亿的大关就差那么一口气 要知道 中国在进入新千年时 GDP也只有1.21万亿美元 却在此后连年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 如果以中国的模型来看 印度这个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可谓已经迎来了经济腾飞的风口 即将进入一段长期稳定的高增长区间 在这样的诱惑下 一大批国际财团资本纷纷进入印度投资 想要尽可能的先占领印度市场 为此甚至不惜一致千金 话虽如此 不过最近印度国家公司法庭所做出的一个裁决 还是给所有想要在印度发财的国际资本敲响了警钟 据印媒报道 今年6月14日 印度专门负责裁决商业方面纠纷的印度国家公司法法庭 做出裁判 认定美国线上零售业巨头亚马逊在投资印度第二大零售连锁企业 未来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未来零售的过程中隐瞒事实 没有进行公平坦诚和坦率的披露 该法庭不仅裁定这笔投资无效 还按照印度竞争委员会的建议 要求亚马逊必须在45天内缴纳20亿卢比的罚款 乍一看 这似乎是一桩美国资本在进入印度市场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商业纠纷 但如果我们把这桩案子的背景结合起来看 那么整件事情都会变得值得玩味起来 作为出身于美国的零售商业巨头 亚马逊其实早就对印度这块大蛋糕垂涎于低 早在2000年就成立了自己在印度的分公司 但彼时的印度对这些零售业的外资并不非常感冒 原因就在于此时的印度国内已经有了塔塔集团和信实集团两个零售业的领军企业 其规模虽然无法与亚马逊这样的行业巨壁相比 但毕竟是印度国内土生土长的自家人 且整个零售业链条上涉及到的就业岗位非常多 如果草草开放市场 本土企业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在进入印度的初次尝试失败后 亚马逊并没有气馁 而是选择一方面加紧游说印度政府 说明引进外资的好处 另一方面选择与当地企业合作 以收购或者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 间接进入印度市场 在一番努力后 印度政府终于在2012年松口 同意十个邦以试点的形式 引入带有外资背景的零售商 口子虽然开冷 但印度政府为了尽可能的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还是在零售业领域出台了种种政策 以限制外国资本的扩张 例如规定外国零售商出售的商品中 必须有至少30%来自本地中小企业 而这大大提高了亚马逊的进货成本 又比如规定电商企业自己不能囤积库存 也不能像中国的线下店这样 将商品直接卖给消费者 进而让亚马逊不得不选择 与印度地方企业合作经营 让这些印度企业作为亚马逊的仓库 这才保证了商品的储存和顺利流通 从理论上来说 印度政府面对亚马逊这样的跨国资本 适当出台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 也无可厚非 毕竟如果完全放开市场 那么资本雄厚的跨国聚企 很可能通过倾销等手段 击垮印度本国企业 在完成垄断后 摄取巨额利润 很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就曾或多或少的遭遇过类似的问题 不过 印度政府的骚操作还没完 接下来的这波操作 才真正给世人演绎了什么叫 把外资骗进来杀 亚马逊作为知名的互联网商业巨头 在线上环节稍有敌手 而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 印度政府为了限制亚马逊 在印度线下的版图扩张 出台了种种举措 因此亚马逊理所当然的 想要收购一家印度的企业 以在线下环节对抗 信实集团和塔塔集团 这样的地偷蛇 在经过一番精挑戏选之后 亚马逊选中了印度 仅次于信实集团的第二大零售商 由蔚来集团所控股的蔚来零售 为了避免这笔交易 被印度政府搅黄 亚马逊可谓费尽苦心 他们先是在2019年8月 花2亿美元购买了 蔚来集团旗下一个礼品券 不满49%的股份 这是为了间接 获得蔚来零售3.5%的股份 在这份合同中 亚马逊要求蔚来集团日后 不得将自己旗下的零售业务 出售给自己的竞争对手 其中就包括信实集团 并且表示自己会在三年后 全资收购蔚来零售剩余的股份 或许是出于对印度法律系统的不信任 亚马逊还特别声明 如果蔚来集团在后续的操作中 违反了合同 那么相关纠纷将会被提到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审理 然后亚马逊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合同达成仅一年后的2020年10月 蔚来集团就宣布 将会以34亿美元的价格 把自己的零售 批发物流和仓储业务 卖给信实集团 这笔交易还得到了在商业方面 具有最终裁定权的 印度竞争委员会的批准 花了钱 结果却被印度人白嫖的亚马逊 非常愤怒 一纸诉状递到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而后者 根据双方此前所达成的合同 判决信实集团对未来零售的收购协议无效 阿里说 事情到这也就该结束了 但未来集团立刻反咬一口 声称亚马逊的收购案 非法干预了其商业决策 上诉到了印度最高法院 不过印度最高法院 仍然在2021年8月做出判决 认定亚马逊 限制信实集团和未来零售合并的要求合法 事情闹到这一步 印度人干脆把桌子掀了 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定后 印度竞争委员会宣布 撤回之前亚马逊收购未来集团股份的批准 称亚马逊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误导性行为 官司打到2022年2月 亚马逊终于忍无可忍 同意废除之前对未来集团的收购案 前提是 后者把亚马逊当初购买股权的2亿美元返还 但未来集团表示 由于公司经营不善 无法支付这2亿美元 不过将自己的零售业务卖给现实集团的交易 还将继续 而接下来就是开头的这一幕了 在这场长达三年的收购案里 亚马逊不仅没如愿买下来未来集团的零售业务 掏得2亿美元定金 拿不回来 还必须再额外支付20亿卢比的赔偿金 在国际电商领域见过大风大浪的亚马逊 这次算是在印度吃了一个接接事实的亏 2014年 亚马逊老板杰夫贝索斯 在访问印度时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刚刚当选的莫迪亲自接见了他 因为后者承诺要在印度投资20亿美元 并表示会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 而等到2020年 亚马逊在印度发展不利 贝索斯再次轻抚印度时 待遇却截然不同 会见他的印度工商部长皮尤什格雅尔直白地表示 任何试图让电商市场模式进入多品牌零售领域的人 都将受到质疑和调查 尽管到了2020年 贝索斯表示愿意把在印度的投资提高到55亿美元 但这种电商模式极大冲击印度市场 才是亚马逊遭受多方针对的直接原因 一方面 在印度有超过5000万人以零售为业 他们都是夫妻模式的小商小贩 基本没有店铺 靠着在街头流动售货挣一点糊口钱 而亚马逊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线上加线下零售模式 对他们而言就是降维打击 几乎没有个体户会喜欢亚马逊 要命的是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现任执政党 印度人民党的忠实支持者 莫迪根本就开罪不起这些票仓 另一方面 诸如现实集团的阿巴尼 阿达尼集团的阿达尼 塔塔集团的拉坦塔塔 这样的企业家都与印度高层往来密切 比如以958亿美元在亚洲富豪榜 名列第二的阿达尼 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 便与其私交甚密 阿达尼给莫迪提供政治现金 而莫迪则利用自己的职位 给阿达尼的企业打开绿灯 让其财富在几年之内翻了几倍 例如在2018年印度政府准备 对六个国营机场进行私有化试点 此前没有过任何运营机场经验阿达尼 凭借利和莫迪的特殊关系 直接将六个机场的经营权全部拿下 这种公开袒护 就连喀拉拉帮的财政部长都看不下去 直呼这是厚颜无耻的任人为亲行为 在下游百万草工尚有裙带关系 中间还掺杂着一点贪污腐败的环境下 印度国内的投资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 实际上亚马逊绝非第一个 在印度吃亏的外国企业 2004年想要通过向海外转移产能 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韩国普向质铁 曾与印度的奥里萨邦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 计划以120亿美元的投资 在当地建设起一座年产能 120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 结果不光地震不上来 印度政府还时不时的 以建设钢铁厂破坏当地环境为理由 一会儿要求普向质铁增加支出 用于改善环境 一会儿宣布取消征地许可 理所当然的 从2005年签署合同一直到2016年 韩国普向质铁宣布放弃前期投资 终止在印度建厂的计划为止 钢厂始终都没能开工建设 同样的 在2014年 印度提出了在国内大型高铁建设的计划 预计将建设六条高铁线路 经过一番激烈的招标后 日本政府凭借着一笔贷款期限50年 年利息仅0.1%的优惠贷款 成功拿下了这一项项目 不幸的是印度的首条高铁建设就非常不顺利 这条从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线路 原计划于2020年4月开工 2023年12月完工 但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 选上了师婆神军党的候选人 乌达夫·萨克里 而师婆神军党和莫迪的印度人民党 都一直非常不对付 乌达夫本人更是认定 这个高铁项目滑而不实 是莫迪为了给自己刷政绩 强行上马的项目 于是故意不推进征地项目 实至今年3月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征地才完成了不到60% 且最关键的孟买附近土地仍然没有完成征收 在这样的一番中央与地方的内讧后 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预计的完工时间 已经被拖延到了2028年10月 显然印度的市场虽然广阔 但想要在这里淘金的各方式里 能否再复制自己在中国那样辉煌的经济成功 尚且值得上